近年来中国大陆民怨沸腾 群体抗暴事件 司其彼落 中共政权面临着内忧外患 充满重重危机 这种情况下 海内外各界包括中共高层内部 都在议论着中共何时垮台 如何垮台的问题 德国之声中文网18号 引用美国克兰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 裴敏兴的话预测 在未来10至15年间 中国会出现突然的无序的变革 也就是中共政权垮台 裴敏兴谈到 这个政权挺过了许多危机 但不可能长此以往下去 她认为伴随着每次危机 中共维持统治的成本都在上升 这包括不断膨胀的警察机构 和政治审查系统 同时政府机构涌肿 严重环境污染 社会老龄化等问题 都没有得到解决 而中产阶级从体制中流离 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凸显中共执政危机 中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做过的坏事太多太多了 这些原罪目前通过网络 正在被大面积的曝光出来 这些真相犹如一把把利剑 在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 正在势不可打地刺向中共 据扎达银行估计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已达24万亿元左右 大陆审计署2012年进行的评测显示 中国有9个省会城市的债务率 超过100% 负债最高的城市债务率 达219.57% 同时德意志银行估计 中国影子银行的资金规模 有21万亿 也有预测认为高达40万亿 而房地产过热 则是众所周知的问题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 对中共来说 目前有四个致命因素 第一 中共专制体制违背世界潮流 第二 中共官员的贪腐已经无法制约 第三 越来越多的民众觉醒并抛弃中共 此外 中国经济危机已经爆发 从他目前折腾的情况来看 我相信习近平 不可能再有第二个任期 我的感觉 在未来的五年之内 中共会出现大的危机 上个月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甚至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 都已经公开讨论 中共崩溃的问题 新唐人电视 易如李谦采访报导 就来看了 都不应该在马铃中心的